玉璃镇是南区的大镇 不过动物医院却只有两间 大部分的民众也都有飼养犬猫 需求相当的大 但是资源却相对的匮乏 而曾经在台北上海等地 职业的台大兽医系毕业的邱怡针医师 了解情况之后 决定要在玉璃镇设置动物医院 让南区的毛小孩也都能够获得照顾 猫咪在四族的陪同给兽医看诊 这是玉璃镇镇市营运的动物医院 兽医师邱怡针毕业于台大兽医学系 曾经在台北花莲上海担任中西医组治兽医师 常常看到玉璃镇西等花莲南区的四族 带着宠物周车劳顿来到花莲市看诊 非常的辛苦 每天或是每周都会有来自南花莲的病患 那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及时得到医疗照顾 所以都要开车两个小时到花莲去 那这么长途的奔波 其实觉得他们主人没办法及时知道动物状况 因为要住院 然后都要打电话才能知道状况 所以知道这边的需求还蛮大的 所以希望来这边可以帮忙 那些南花莲的地方的宠物们 正式营运的第一天 马上就有四族带猫来看诊 也表示真的很开心 因为预理症又有医疗资源进驻 对于宠物或是四族来讲是非常受惠 我们这边其实有就是猫犬的医疗资源进来的话 那对那个在地的就是 不管是猫小孩还是四族 都有多一点的那个选择性 跟有更好的资源 那他们就可以活得更健康 常良动物医院专潮是 急慢性疾病的诊治与住院治疗 合并中西医的治疗方式大大提升 毛小孩的治疗率与生活品质 治疗的项目有皮肤病 肝胆肠胃疾病 神经损伤 心脏病 肾脏病 呼吸道疾病与一般外科 希望来院的每个毛小孩都能得到专业 舒适并且完善的照护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导